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劈的话也是想把烟熏劈死 烟熏听完当然不开心了 立马摘了树上的松子 直接扔向主乔的后脑勺 主乔气愤的说你到底想要干嘛 这其实更像一个小男生爱慕喜欢的女生 总是喜欢用一些小把戏去吸引女生的注意力 闹出各种动静调戏小女生 不过不得不承认 无论结果如何 起码成功的引起了主乔的注意 烟熏刚性在乐祸还没有结束 结果苍武鸟飞了过来 一直叫烟熏坏蛋坏蛋 妥妥的拉了一抛鸟屎给烟熏 小鸟当初是楚乔放出来的 感激楚乔给予自由之恩 所以烟熏立马遭报应了 楚乔看到烟熏倒霉 果然很开心 一直乐呵呵的 刚开始是小嘴微张 接下来就换成楚乔幸灾乐祸了 恨不得手舞足蹈 还讽刺烟熏说看到没有这就是报应 不过楚乔幸灾乐祸的样子 笑起来真的好美啊 好了今天先到这里吧